!! 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 有点陌生 现在要再转车到我们的下一间 Airbnb YouTube? Ka Venus Is Free OK 還在睡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這個Airbnb的最後一天 我們等一下就要搬走 現在想說先到附近的早午餐店吃早餐 今天是有搭配的好好看喔 你是有學到丹麥人的精髓 在這邊穿跟在台灣穿就是不一樣 這邊穿就變成當麥人 在這邊穿看起來一切都很美 好 我們現在要出門吃早餐 因為我今天想要穿馬丁鞋 所以我就換了一件短褲 像我需要說 好 好 我會想要買一份冰箱 還有一份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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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點那種 六零年代懷舊復古的風格 然後我們今天一樣坐在外面 然後我們這幾天在外面闖蕩下來的 有一個觀察就是 就是我們原本以為 北歐人應該不太抽鹽 因為路上就是很安靜 然後定義上就是安靜 騎腳踏車 然後我也覺得 北歐人感覺是環保又健康的 畢竟他們吃了很多燕麥奶 植物奶 這一趟來哥本哈跟市區 其實有蠻多人抽鹽的 然後地上也會有煙地那些的 然後走在路上 有時候也會吸到二手鹽 所以這是有一點和我想像中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那我覺得我觀察下來呢 我覺得他們身材啊都很好 很那個高挑 然後 我在想齁 就是因為他就是都騎腳踏車啊 喔有可能耶 對啊就都有在健身這樣子 而且我們這幾天都有遇到在上學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都會去外面打球啊追逐啊那些的 就是感覺很開心 運動啊 然後騎腳踏車啊 就是他們的日常 所以他們就是 看起來都是那種很結實的身材 然後高壯這樣子 身形都很漂亮 然後 重點喔他們都很會騎腳踏車 我還有看到就是 手可以放開 腳就是自己踏的 我有看到有人就是 一邊喝著咖啡 然後一邊騎腳踏車 然後或者是手完全放開 手拿著披薩盒 然後腳在動 還有看到外送 超級厲害 也是騎腳踏車外送 騎車腳踏車在送外送 也是蠻特別的 嗯 就是來到北歐我覺得一切都很新鮮 市友點的早餐大拼盤 就是有這個蠟場 然後起司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奶油耶 然後 火醬嗎 火醬 優格 優格碗 Granola在上面 然後還有 麵包 然後就是肉桂捲 石肉梨 就是早餐大平台 然後還有一顆蛋 那我點的呢 就是我想要吃吃看他們家的 肉桂捲 然後剛剛他送完的時候 上面沒有淋東西 我就說你們上面有其他 什麼奶油之類的選項嗎 他說他們 目前奶油還沒做好 他們先送上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只知道裡面的內容物有砂糖 其他的我就忘了 在花店看到他們 他們把這個 烏烏火種的尖鎖 還有辣椒 還有甜椒 都種得很好耶 這個是可以拿來裝狗大便的 很可愛的圖喔 很可愛的圖喔 這就是 美術館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大的 置物櫃可以讓我們放行李 等一下再去問問看好了 我們剛剛逛完新家世伯美術館 展館非常非常非常多 然後是從法國還有丹麥的一些雕塑和繪畫 還有埃及 就是一些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文名 我覺得 非常的震撼 尤其是我們剛剛走到地下室 看木乃伊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震撼 其實我們沒有把所有的展品都逛完 但是肚子已經很餓了 他們講說應該會在裡面 待一個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是逛不完 就已經敲步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然後我們今天一樣也是 用哥本哈根卡 我覺得真的是用得非常淋漓盡致 然後看到非常多 然後之前都沒有看過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餐點 今天來了一間丹麥的餐廳 然後剛剛先點了一杯生啤酒 我們現在是來丹麥的第幾天 踏到土地上面的第三天 第三天 我們已經變得有點丹麥了 因為第一天我們就看到 欸怎麼大白天呢 你在那邊喝啤酒 然後我們剛剛想說來了 欸要不要來點個啤酒 趕好欸 我的炸魚還有薯條 超級大一份 我的比例齊 超級大 而且好好吃喔 我 是有點的 這是什麼 豬排嗎 豬排配麻雞鼠 我點了這個炸魚 配上薯條 然後沙拉 然後配上黃芥末醬 我覺得很讚欸 因為這個炸魚是 新鮮的味道 然後它的魚片是比較薄的 然後咬下去 外面超級酥 裡面的肉是入口即化 然後再配上檸檬汁 就是整個很很搭 我非常喜歡 好難度 路很美 可是這個 完全要練手臂的臂力啊 沿路都要用臂力 可是不容易 我們搭地鐵 來到了一個 從來沒有來過的地方 有點陌生 然後現在要再轉車到 我們的下一間Airbnb 現在是晚上六點多了 雖然陽光還輸 很刺眼 希望等一下可以順利 找到Airbnb 房東留下的鑰匙 我看到你從老闆來的拍攝 我看過你拍攝 我看過你拍攝 或什麼 哦耶 我拍攝影片 我只拍攝影片 我是一個Youtuber 台灣Youtuber Youtuber OK 你叫什麼名字? Venus is free OK 但我通常講 中文 中文 所以 你不懂 什麼 我說 但你可以搜尋 Venus is free Venus is free 對 我從台灣 我的名字 你好 很喜愛聰明 你 是你第一次見到 Danmark 是我的第一次見到 南無故 我身上的航行 我將這次搭车到我的 航行 OK 很喜愛聰明 可能你需要一些 提示 嗎 對 是 湯家 你喜歡這裡嗎 No, no, no. I don't drink beer. No, no.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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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我們還沒有成功抵達Airbnb 因為我剛才回去看房東傳給我的訊息 他給我的那個鑰匙啊是放在好像他自己的家 然後他的家走到我的家要十分鐘 然後這十分鐘呢路上很多狗屎 沒有像我們前一個Airbnb那樣子 就是一路可以走馬看花因為很市區 這裡就是完完全全的住宅區 然後除了醫院還有墓園之外呢 其他都是房子都是長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剛剛已經走了快十分鐘了 現在應該快到那個信箱了 好香的味道喔是這棵樹 累到說不出話來的事也有經過 房東給的是哪一個 房東給的是上面這個 那你怎麼打到下面去 然後我打錯我打成Castravay 它是Creatavay 然後我剛剛走了十分鐘白走了 我現在要再走回去又再遠一點 好扭喔 太難了 好啦其實我在台灣很會這樣子 就是它明明寫右邊我們就會走左邊 然後我就會花兩三倍時間標準路市 反正只要最後能拿到鑰匙就好了 這裡真的是沒有什麼墊欸 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這邊的房子都是長這樣子而已 就是 紅磚建築 喔這好像是一個超市的樣子 我發現 丹麥人啊 應該說因為我們只來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人至少 他們 就是對到眼的時候會 稍微點個頭 或者是有時候他們會說 Hello或Good Morning之類的 然後 比較不會那種 看到對方了 就對到眼 然後 趕快再貼過頭去 好像比較少遇到這樣子的丹麥人 拿到鑰匙了 我們終於拿到鑰匙了 剛剛走錯路 好啦我們要回去了 回我們真正的第二間的Airbnb 這個是房東的家 然後剛剛 我們在搭公車的時候 下車前有一個很可愛的阿姨 跟我們說 祝你有個愉快的週末 就是他 然後剛剛我們迷路了很久很久 大概過了半小時 剛剛他就突然又出現 他說 能再見到你們很開心 超級好笑 然後 剛剛連打開那個密碼盒 鑰匙盒 我也不會開 好 反正我現在是拿到了啦 那我們現在要 去我們下一個Airbnb 希望不會再有任何的狀況 我們終於到 Airbnb了 我們的 哥本哈根的第二個家 等一下打算來拍Room Tour 那大家對哥本哈根房間的Room Tour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我另一支影片去觀看喔 好 然後現在已經是晚上幾點了 已經是晚上7點52分了 不要被這個仰王騙到 外面很多餐廳阿那些都關了 然後這附近好像也沒有什麼餐廳阿 就是等一下如果能出門的話 就是看看超市還有沒有開 有開的話我們明天的早餐就有著落了 Good morning 我現在要來弄早餐 然後弄咖啡 我剛剛稍微研究了一下這個咖啡的設定 因為這個咖啡機的品牌和我們家的品牌是不一樣的 現在就用房東富的咖啡粉來沖咖啡 那我們今天在市區阿 看能不能找到咖啡店裡面有賣咖啡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用自己的咖啡豆 就會改比較新鮮一點 成功了 在第二間Airbnb的第一杯咖啡完成 做完咖啡我現在想說來做個早餐 因為是有在睡覺 他可能昨天煮晚餐煮到十點半然後就很累了 剛起床之後又去睡回龍腳 我就想說 那就不要炒他 我就自己先來準備一下早餐 那早餐的話呢 我們昨天在超市已經有買漢堡的食材了 就是包括 生菜 然後 紅番茄 然後 還有 雞蛋 重點漢堡肉 小窩 吃早餐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吃 很好吃喔 大胃王接地 這個我是打算先放冰箱的啦 但是我現在想要吃吃看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巧克力 然後中間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就是很常會出現在 丹麥的各個麵包店啊 超市裡面都有這個 吃吃看喔 喔好奇怪的味道 我來試試看這什麼味道 它太誇張了 聞起來就是巧克力味道 確實是外面是巧克力 可是 是中間的白色的味道嗎 吃看 嗯 好像是耶 就是 它有一股藥味 你真的是不要 笑死了 剛剛就照著導航走到這個 剛剛就照著導航走到這個 這個 網路上面寫預訂 好像會 打九折 就便宜一點這樣 那如果 你到當地 還沒有找到租車的地方 也可以直接來 買單買真的是 都是中訓耶 可以去練 可以去練 快到了快到了 transformation 嗨 歡迎來到我在哥本哈 中文華的家